生活世界它是有背景的 那些背景呢 你没有完全的概念 你是没有把握的 你不能把握它 但你只有概念呢 你有一个跟这个现实世界的不接 所以到了上海以后 一直不是特别喜欢自己的专业 但我专业还读得蛮好 本科毕业的时候 分数是第一 然后就读了研究生 但一方面一直是在作家 画戏剧 演讲 这些圈子里在寻找自己的热情 就没被满足那一面 你现在回起来 回到上海上学 当时因为这个气氛变化非常之大 你比如说十几岁小朋友 很敏感吗 对这个变化 非常非常敏感 我不知道你看到那种 用高速摄影去拍的花绽放 你就是在一两年内 看到人的衣着就开始变化 以前都是蓝的 都蓝马 对蓝 那上海有的时候会用一个小围巾修饰 有的时候口袋里放一块手帕 这种要精致的那种生活 那后来就越来越 所谓洋气就开始出来了 学校里那时候 哪怕是一个理工科学校 那时候有各种各样 讲座讨论会 有一个公共领域是那时候特别饱满 我找到一个东西给你 嗯 嗯 上海戏剧 这几期啊 这期 你们四个人的发言 哦 你记得吧 对对对 你看 哦天哪 我们实验了什么 87年 87年 2月 对嗯 张昭已经去世了 他是 哇 开始在光线传媒 后来是到了乐视 他乐视你知道很糟糕吗 对对对 哦 他学乐视 那这个谁呢 陶俊是 陶俊是在上海 他电视台 嗯 刘洋是 特别是在北京 是变成是一个 就参加中国不高兴 那帮人里面的 哦 真的 有的时候 以前有个电影叫 大浪淘沙 是讲五四那代人 就四个人 最后大家走了 各种各种不同的道路 有点像这种感觉 对对 就是我会对 艺术的东西有兴趣 嗯 但是也对 也对就是说 你怎么样 很深的 用理性论述 理性探索 就找到 好像比较深的 那个学术 所以一直是 彷徨徘徊 嗯 激动有的时候 焦虑迷茫 都是这样 最后就觉得 我们这一代人 嗯 就是整个 你说从 文革结束 76年 改革开放起来 整个生涯 就是中国这后四十多年的历史 就是你要穷究这些事情 就会问 问什么 然后后来我觉得是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你也知道学术训练它是帮你进入一个正轨的所谓 是因为又发生 你这五年又发生挺大的变化的嘛 整个的气氛呢 人的反应啊 过去的朋友们的选择 那时候有一点 那时候有一点 有一点 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大概 99年 嗯 就那时候就有 互联网了 嗯 我写了文章 然后就发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 讨论 好像就是那个所谓 80年的启蒙共事就在那时候终结了 嗯 或者慢慢就衰落了 嗯 然后这也是很好的事情 就是说 嗯 其实 我记得在80年代那时候 你看编的那个文化中卫视 你说海德哥尔 嗯 像马尔库塞那些 其实已经在对现代性有反思了 嗯 但是那时候好像很超前 就是跟我们是没感觉的 嗯 因为我们好像还在评级当中 还消费主义 哪来消费主义 就是我 我发现我那时候读 读那个马尔库塞 就跟什么单面人啊 什么 就读到觉得 fancy 但是根本跟自己没关系 哈哈 现在跟孩子 我我在课上讲 你就是有切腹之痛的 你就是真是有感觉 所以就中国其实 在一个 在一个很强的意义上 进入了一个现代 嗯 这种浓 浓缩感 就经验 生活经验的浓缩感 历史界的浓缩感 其实在全世界范围里面 都是很罕见的 对 或者你什么时候 意识到这种罕见的经验 可能是这代人 做学术也好 或做不同的行业也好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是 因为之前可能都认为是劣势 因为你觉得受的教育不够啊 匮乏呀 是不是会觉得 这个这种 我觉得可能是形成问题意识 嗯 会关心很宏大的问题 嗯 我们现在叫聚生认知吧 那种亲身感受 还是更容易让你 获得历史感 获得历史感 其实是比较的事 比较就是有时间上的 和空间上的 嗯 其实没有比较 是没有任何事业的 我们大概就经历了 这个时空的那种比较了 看到那种变化 嗯 也看到一个时代 它的特径性的相对性 嗯 因为你经过变迁以后 你就不会想当然说 这个东西 它就会永远下去 都想当然的 嗯 所以说像我们这代 包括你们70后 甚至80后的早期 你们是享受那个改革开放 嗯 特别快的那个红利的 对 就是 就说我们了 老人这些 而且稀里糊涂的就享受到 对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一下子就是空间特别大嘛 然后你的 你的向上流动就 可能性 他们现在就更难一点 嗯 那那时候的励志的那些口号 你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嗯 就更大概率的可以实现 现在更大概率的 是变成一个 别人的罕见的特例 嗯 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 什么都顶峰嘛 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 复杂的困难 很多挑战的 嗯 时代 现在的很多社会 年轻人感到的那种 不适或者矛盾 或者困扰吧 就是那个假期结束了 是假日综合症 你开始是不接受 但是这才是真相 自顾乡那种第二章 所以我们在看 我的想法 也不接受 这也不接受 并且有点 甚至于 感到 我觉得 我们学一样 其实故乡这个词 你仔细琢磨 就是因为你离开才会有 你不离开是不知道 没有故乡这个概念的 就是这是你家乡 所以人只是只有在离别回返当中 才会有什么故乡的情节啊 nostalgia 这些东西 现在想你说在美国开车的时候 听德沃萨克 包括那个12年 就是相对孤单的时光嘛 对你的这种塑造是什么呢 它是另一个formative years 对对 reformative 对 就是逼迫你要适应安静 长时间的安静 独自的劳作和思考 然后迫使你爱上这样一种状态 因为它还是有对你的奖赏 那个reformative就是你自信当中的发展 然后你得到了新的洞见 这个是一个塑造 也可能是因为那时候你没有更多的选择 所以你必须心无旁骛 就是一条黑道走到底 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太容易潜藏则止 就是这个事实不喜欢就退回了 事实不喜欢 有些事情你是要经过挺长时间才能尝试出自己到底喜欢不喜欢 是要经过那些阶段 那些阶段有的时候好像是并不是那么自愿的 对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是有分寸感 你知道我们2018年暑假 我们家全家去欧洲旅行 七个国家吧 就全是开车自驾 就是也就是那个租车航就给了两个 XC60吧大概是 非常喜欢 它那种特别恰当 那种分寸感特别好 就是你要特别强启动的时候 它的power is in there 然后它又特别稳 所以就是就是沉稳 它它那个分寸感特别好 也就是做人也是一样 就是你 你到最后知道 什么事情是恰当这点 其实理论是解决不了 这种恰当是经过无数次过了之后 cross line之后慢慢找到的 对对对对 那你那你怀念那种说 激烈那种分寸不清的 但是还有力量 并不是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那么害怕衰老 我觉得年轻的机型有的时候是特别浪费的 特别浪费 就说lead to you nowhere 没有目的的燃烧 对 现在也不是特别有功力性 但是你有一种沉着在那边 其实成年是需要阅历的 早会代替不了阅历 有人说那个 知道这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是因为那些道理并不是你自己的道理 你变成自己的道理 一定要经过阅历 我阅历里面大概教训多于经验吧 需要阅历需要修炼 这种也给人有安全感 对 你比如说过去年你个人跟娱乐跟大众每一届遭遇 这种遭遇对你塑造是什么呢 有一个就是说好像八十年代沉睡的自我唤醒 突然唤醒 对 突然唤醒 就重新复活的意思 就是deja vu那种状态 这个是挺享受的 第二个我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觉得学术界是非常小的一个群体 第三个你建立自己的一个他们叫个人品牌 什么IP 它是有收益的 但这个收益是特别具有危险性的诱惑 你这里面要非常想象 我觉得这种收益性也是以前的知识分子不敢想象的 其实我们那时候想到的就是板税 是啊 写书 你现在出去做一场演讲是超过你可能写好多本书的板税 那没有 那没有 因为我现在板税也很高 我觉得像我这个年纪其实开始有点新鲜感 你的fame 什么这些声誉 但现在就是比较聪朦 而且我相信就很快就会过去 你有个一年两年人家 而且你反复说你最后能说出什么了 是 你的洞见到底有多少 那个原创性的期待给你造成压迫感很大的 有的时候是压力 有的时候是动力吧 有的时候我会安慰自己说 Gardmer写真理与方法是60岁 以前觉得我还有很多时间 现在已经破镜了 其实现在开始学习怎么样 第一把话说得清楚 第二要具象 就不能都是理论逻辑 对 而且马克里拉有跟我们聊天啊什么 他说其实写学术的文章反而是容易的 我怎么解 他说学术的文章是这样 他说你觉得讲不明白的时候呢 你就用三两个术语 加上一个随便提到哪个李敦家 就跳过去 因为我们假设我们在知识共同体内部 这是一个共享知识 如果读不懂 你的负担在一起 那是你的问题 你有一个拐杖吗 你先跳那个拐杖的时候发现 你以前你自己讲的也不明白 怎么找到这个新的拐杆呢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和特别难的问题 我想可以说两点 一个呢 这个判断力永远是有限的 但是一个判断力的标准呢 跟你的学识 经历你见过的人遇到的事 这些经验的汇集和 以及对这个经验做的反思 它凝结成你的一个判断力 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有高下之比较呢 我认为是有的 你经历过更多的事 你有更好的知识 它更有可能是有好的判断力 然后呢 这里边更重要的一点是 你的判断力包含着 对自己判断标准 不是彻底准确的那个意识 这个意识是极端重要的 这个意识 而且它有很重要的分寸感 就是说 你既不能怀疑自己到说 我失去判断力 又不能说变成一个绝对的 一个自负的人 这就是有一个 对自己来说 有个自我期许和估价的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我是 我是被同行朋友高估的一个学者 因为我并没有做出 真正第一流的原创性的工作 但是呢 给人一个印象呢 好像这个人将来会做出来了 他们把一个 潜力股 是吧 对 有potential 我觉得 在梦中以下 这种欺骗 就是他们把一个未来的可能 预知给我了 这是一个不应得的 不应得的一个待遇 但是真的如果你做不出来 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访谈录里 我就把我的那个研究纲领 就公布了 就事先张扬的一个原创性的 一个宏大理论 但这个东西做得出来 做不出来 刘宇有一次跟我说 你为什么这个麻烦 你没有从一个特别可以操作的 一个局部开始 你要从那个开始 你就容易写 你那个太宏大了 这个宏大是因为自己还没想好 我觉得是 那就是我为退休以后想的计划 但是对学者对知识分子 其实你并不存在退休 是 所以终身是一个人的计划 这个话题就是我觉得是 是有负担 但是没有这么强烈 我就觉得到最后 我不是要说 我迫使自己必须要达到什么标准 一定是说 我感到在这个工作 这种活动当中 我感到幸福的 这个幸福不是说 很快乐 很舒适 就是仍然能够像我做 很多很多事情一样 就是你有努力 然后有巨大的意义感的满足 我相信这是 如果我寿命足够长 有生之年 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尝试 因为原创性经常是幻觉 你以为你造出来一个 很漂亮的理论一种说法 最后他可能 其实跟某个人的东西很一样 做个梦起来写手诗 原来宋朝人写过 还没人家写得好 路台好漂亮 上海挺丰富的 对上海真的是 它其实它层次挺多的 一开始表面上看到一个层次 下去之后 慢慢有一个新的感觉 对 最有意思 上海那个新天地 一大会指 开天批地 新天地 但同时它旁边 那个商业的 那个开放的世界 你在新天地 同时听到三四种语言 你不知道生存何处 Double C C to C 世界主义肯定对 我们这几代人 都很非常的有诱惑 就是你所谓的新世界主义 就这个干净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个最早 其实它是来自一个 对专业学者常识 就是身份的建构性 你的identity 并不是说就是一直如此的 那一般人不太会理解 就是一般会说 我的身上流着什么 是不是血液 我有一个悉宁的基因 或者怎么样 那这只是比喻的说法 因为只有生物的基因 才是可以无条件地 承传下来 在文化上是没有基因的 你任何文化的基因 它是要经过制度实践 要习得的 它不能自然地遗传下来 要becoming 要becoming 但是其实建构是在关系上的东西 就是说只有我们发现彼此 我们彼此碰撞 你才能够建构 否则你建构自己的资源在哪 当一个人我们说 我的需求 我的欲望 我自己的意愿 其实是生生不息的 在跟外部的相互的互动之间来建构的 我们个人是如此 文化也是如此 这个概念有了以后 它叫克服的第一点 就是本文明中心主义 华夏中心主义也好 欧洲中心主义也好 遭遇 文明之间相互遭遇 像人之间相互遭遇 encounter 它是一个文化上的本体论事实 没有遭遇就没有文化 没有文化的任何变迁发展 但遭遇意味着你的边界是 永远是临时性的 你在任何一刻 我们的边界 地理的边界 人口的人员的边界 物资的边界 信息关键的边界都是明确的 但是你稍微放的长城一点看 那个边界都是临时的展示 它是可以被改写 可以被模糊化 有的时候可以被打破重建 否则的话 现在全世界应该是千万个小部落 如果我们都得见 那个边界从来都是不变的话 但人本来就是有那种强烈的两面性 有时候又是模糊的 又是不断建构的 变动的 它又渴望稳定的 恒定的 我跟你不一样的 这种力量就同样也非常大 但它在一个好的秩序里面 两个都能够满足 就是我们又是一体的 但是它不应该是一个特别紧密的 然后你可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 相对熟悉的安静的 但是你仍然是跟人家可以有交往 这是一个人类的力量 不是说大家变成一个同质化的文明了 对 现在的困难是太紧的联系在一起 要处理东西太过于复杂 而且牵涉变量太多 会复杂 非常复杂 当你看到 有些过去十多年 我们这种社会达巴主义 如此之越远越胜 这种感受是一个 我会震惊 它是 我不说反中国 它是背离中国 一个文明传统 每每与共各每其每 这些传统 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现在一部分年轻的 在这个意义上是非中国的 因为它第一个相信 强力实力 相信帕王 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 相信弱弱强势 这个想法是非常西方的 是已经过时了的西方 西方当然现在还会有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至少在学界文化界 这个东西是会非常非常 比喻的批判的东西 尤其是对达尔文的一个误解 达尔文是说 有一个Darfin Fitness 是适者生存 不是强者生存 不是那个Power Strength 我们还是很多人相信 就是相信我足够强 我就能演年 我足够强就把你 你如果说你是中国人 你中国文明当中最理想的 最高的那个美好的东西 你就放弃了 你最后赢你可能变成了一个 反而是一个西方十九世纪野蛮的一种文明的再登场 这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吗 我不认为是 但是这是可以引导的 我们这样讲 就职场上的这些 就完全那种残酷竞争的逻辑 它可能在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管用的 在现在不Work 在现在这个时代 至少局部的 在许多人那里 它觉得不起作用 所以它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存逻辑 当然知道你会说我太天真 或者太理想 但是你先去问问 特别现实主义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吃得开吗 我用一个现实主义的标准评单 无论你当同学 当同事 我们对那种特别巧于心计 斤斤计较的人 不择手段 弱柔强势的人 他在哪个行业里 他在哪个小区里 是特别吃得开的 他是不是会感到很多很多挫折 你去问 所以这才是你反思的起点 不是说你现实过得很好 我说哎呀人要理想啊 就像我们领导人说的 就是说斗则两伤 何则两立 这个在一步 这个道理 它正在成为世界的现实 它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的规范逻辑 而不是公众楼阁 用罗尔斯的话说 我们提的这个vision 这样一套 叫realistic utopia 而是现实主义的托邦 它是有实践可行性的 要不然我们在做梦嘛 对那些看起来 每一步都很理性的人 最后变成一个非常非理性的一个举动 对 对 有的时候那个争论斗争是必要的 但是你要明确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如果认为现在美国过去或者美国主导的那个世界秩序不够公平 那么我们应该让它更公平 那么我们应该让它更公平 如果它的单方智力是不够的 因素都有 我们确实不能从过去推断未来 但是你从未来来猜测未来你是更不可靠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时代 你相信施米特 相信那个冲撞的 冲撞的敌我之间 对 施米特当然深刻 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说 我们明明知道人性有这么复杂 特别有这么的暧昧 尽管如此 你相信人类会斗争会厮杀 难道比相信人类可以共存和平相处 更深刻吗 这是靠谱没这句话 我觉得这词有时候挺让人迷惑的 因为以赛博林不是写那个论自由里面 辨析那个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它有一点是特别重要 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讲 我们特别约束自己 反而是朝向自由 是那种自律 康德意义上的做自己的主人 就是积极自由 还有消极自由就是你别管我 我自己愿意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麻烦在于呢 这两种自由都会被滥用 我们知道消极自由滥用 就是你最后你自己放任了 放纵了 然后一塌糊涂 积极自由也会被滥用 是有自由的名义在压制你 自由是可以有的时候是受约束的 比如说战争的时候 安全秩序比自由重要 你就说这时候我们需要付出一点自由 来换取安全换取秩序 但你不要说 就没有压引的自由 我们是为了更高的自由 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他认为这一套东西就是所谓概念魔术 他要特别警惕这个 我说这个它是真正的动静 大家在996和躺平之间摇摆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间的斗争 真正能躺平我觉得是很高的经济 很难 真正躺平的人 你都不知道他是在躺平 他不宣言 我躺平了 这是一个宣言 你怎么躺平的 你还有趴着躺 还是养着躺 还是什么 还是撒娇 对 社会大众当中绝大多数人 他们在行动的时候 背后都有一套想法 这个想法既是认知的 又是规范性的 就事物是什么呀 应该怎么样 过人心道 你是不是应该看红绿灯 着装是得体的吗 这小到这样的事情 大到比如说 大家都相信鬼神的时代 那你就是 人就会按照存在的鬼 特别看黄道吉 要求保佑的什么 他就是支配你的行动 但这个想法可以是 以故事的方式 非理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而且他是普遍 就是非常深入人心的 这就是社会想象 社会想象是 它实际上在支配你 那么这时候 我们用社会想象这个概念 就可以来把握 这个时代的基本的一个特征 精神上的特征 那比如说996 什么内卷 那些躺平这些流行词汇 他们其实也可以定义 成某种社会想象 对 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新词出现 特别是这种流行词 它那么广泛的传播 它往往是一种标志 是社会想象开始转变了 90年代 我们比较能接受 就是说 所有的成果 只要你努力 都会得来 就是你要打拼 要拼搏 然后总会有回报 那个时候 哪怕996 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对 那时候广告语都是 人头马一开 好事自然了 然后就是一切都更快 对 就是它的背景变化了 好多期待和现实间落空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 那样一套论述 那样叙事 996 第一 它真的能够兑现它的许动吗 第二 它正当吗 第三 我加入这个游戏 哪怕成功了 对我真的是好的吗 就所有这个东西开始变化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退出这个游戏 退出意味着躺平吗 或者在躺平和996之间 我有其他选择吗 这个问题开放 也就是原先凝固的某种社会想象 它开始松动 甚至开始分崩离析 它诉诸一种新的社会想象的变化 这个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 就比如说在有些时刻会是一种更明确的反思想或是反制的年代嘛 比如19世纪新一代德国年轻人就会觉得莎士比亚所有的学生都顶不上一个靴子嘛 可能现在过去在此刻的时候似乎也有这些东西 就是你的所有的表达或评论 低不上说你做的任何一个具体的事情 所以一个个体 比如你真在一个潮流突然相反的一个时候 如果真的 真能够做到 即使在所有人都说这个黑的情况下 你仍然知道它是白的 甚至坚持住这件事情 反思不是说你就随便能够站出来把自己的情景客观化 反思的时候 反思的位置是需要的那些资源 那种视角 那个是怎么获得的 抽离出来 就disengage这个社会主流 是因为社会的边缘 社会的多样性 以及外部社会 我们讲的就是他给了你那些资源 那些视角 allow you 或者enable you 可以对那个主流进行反 所以这是可能的 也就是说我第一个问题是说 我在想这些人怎么可能 他们需要独特的资源 这个资源可能是 在社会内部的异端当中获取的 可能在这个社会外部的资源当中获取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判断的负担 就是说特立独行的人 他永远是有一个风险的 你的反潮流 可能是代表了一个更好的 对公共生活和对你个人 可能都是更好的一种可能性 你在把那个可能性揭示出来 或者说在开启那个通向更好的 未来的一个道路 但也可能是邪恶 希特勒在当时也是少数人 开始的时候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巨大的判断负担 一种 完成 吗 次